科技巨头英伟达发现元宇宙漏洞 推出Lily Armiverse 元宇宙正逐渐成为不同机构 和个人争相追逐的下一战场 根据Questale内心报告表明 从2020年初到2021年 活跃的元宇宙用户增加了10倍 该报告强调 就在最近 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涌到香港 也开始涉足虚拟实境空间 该公司在元宇宙游戏Sandbox中 购买了一块土地 区块链 元宇宙和NFT技术在消费电子展 中大放异彩 这是一个一年一度的盛会 以展示最新的技术进步和主题演讲 LG 三星 亚马逊 英伟达和索尼等公司都出席了会议 英伟达宣布 警号Lily Armiverse 现在可供数百万创作者免费使用 采用Lily的核心渲染 物理和AI技术加速创作者的3D工作流程 这家科技巨头还推出了 该产品的新功能和集成 该公司将其称为工程师的元宇宙 他们可以使用领先的设计应用程序 在笔记本电脑或工作站中 创建3D资产和场景 上海数字艺术家兼 Armiverse创作者徐哲隆表示 Lindy的Armiverse和RTX 为艺术家提供了一个 拥有无限可能的强大平台 英伟达宣布为Armiverse拓展新功能 如一件协作工具Nuclease Cloud 以及Lindy的合作伙伴构建的新连接器 扩展和资产库 而新的生态系统合作伙伴 包括Shutter Soho Trilling StatchFolk和推定部的3D市场和数字资产库 Turbo付贝 回顾过去 英伟达此举确实与他的愿景相符 Armiverse于去年年初推出测试版 随后于11月推出了面向企业的付费订阅版本 去年夏天 英伟达首席执行观黄仁勋 在Computex上也提出了类似的目标 三星 索尼 耐克和许多这辆的著名企业也在涉足元宇宙 立即很快会有更多人跟进 企业可以利用区块链技术 在元宇宙中创建新的商业模式 从而实现效率和与现实世界的交叉兼容 如果2021年被认为是D费和NFT的一年 那么几乎可以肯定 2022年将是属于元宇宙的一年 2022年